记者詹氏洪云林报道,县府农业处长林慧如接受民进党征兆,将转换跑道参选斗六市长,今天辞去农业处长一职,农业处今天为他举办欢送会,县长李静勇送上一盆稻穗以示鼓励,支持与祝福,也希望这么为农民助享,疼惜农民,随时服务县民的林处长, 能在不同的职务上继续为民服务与贡献,林慧如今天辞掉农业处长,他表示,既要参选斗六市长,就辞去公职,全心全力投入,要让斗六市民感受到他的用心与努力,争取为斗六市民服务的机会,他也会秉持一贯的政治工作价值观秦政清廉市民如今,希望能带领云林首府,斗六, 让这个城市迈向更具人文与创新的境界,林慧如表示,已在斗六寻找住处及服务处地点,他对斗六有美好的愿景,包括人文,交通,生活,适用等各方面,目前首重要之务是让斗六市民认识他, 他也感谢这一年多来县普通人的协助与支持,也让他学会了手机及LINE等通讯软体,打破以往直接与民众面对面或电话沟通的方式, 李静永表示,去年年初,林慧如先担任劳工处长职务,半年后再调任农业处长,在这期间,不论是劳基法一例一修修法业务,农业天然灾损争取等,他无不尽心尽力 李静永并制出,林慧如是个行动派政治人物,先前的北农修士风波,立马从日本的食品展搭击半途折返,立即祭出与冷急耕除二支箭,协助农民减少损失,近期的算价事件中,也紧急启动空前机补助及空前费补助等措施,适当的应变处置,让农民损失不再扩大